2013年小杨的爷爷去世了 这下小杨彻底成立了锅 没有了爷爷更加寂寞 以前没有想过自己要不要娶媳妇 到了2014年 小杨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生活太孤寂了 自己也老大不小了 该结婚了 或许结了婚自己对生活 就更有盼头了 可小杨的工资也不高 就是活脱脱的穷小子 看了很多次都没看上对眼的 一天村里的媒婆找到小杨跟她说 小杨啊 邻村有个姑娘想结婚了 你要不去看两眼 小杨先是犹豫 又觉得着急结婚的肯定又老又丑 但又离得近 看看也无妨 便就跟着去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心花怒放 这个姑娘长得眉清目秀 身材高挑 还很活泼 这让小杨觉得自己的春天来了 刚见面 小杨又觉得配不上人家 再三犹豫 最后还是这个姑娘先开口 她告诉小杨 她叫小杨 两人这才渐渐交谈了起来 小杨对小杨第一印象很好 并且小杨是一个很会打理家务的女人 小杨萌生了想和她结婚的念头 但没有说出口 怕太唐突了 第二天小杨主动打电话 跟小杨说 小杨 我们结婚吧 这一句话 小杨欣喜若狂 随后小杨说 但是根据我们村习俗 要先给彩礼 你给不给 小杨想都没想把这几年上班的积蓄 三万块钱都给了她 然后小杨回家告诉自己的舅妈一家 自己要结婚了 当时她的舅妈还不相信 可十天便开始筹备酒宴了 酒席摆了二十几桌 热热闹闹的 可是到了晚上 小杨就不乐意了 她将小杨锁在了门外 不与她同房 小杨只以为她害羞 可是接连还几天不见人 也不理人 小杨直接跑到她家门口大闹 只见他们一家都躲在家里 不吭声也不出门 这下把小杨惹急了 她也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这件事越闹越大 先是吃瓜的 可是听到要砸门 越来越多人围了过来 再者有人听了这件事 为她出谋划策 还告诉她 小伙子 你知不知道她家是干嘛的 她家就是靠骗彩礼生活的 这栋房子就是骗得前修的 小杨听后更加气愤 她大喊道 小杨我那么努力的付出 你就这么骗我吗 你给我出来 可是回应她的只有沉寂 小杨来到警局报案 没想到 报案没多久 小杨的母亲便带着她 一起来到了警局 大半个月没出门的母女 终于在警局露面 小杨躲在母亲的身后 瑟瑟发抖 警察问话 小杨一声不吭 她的母亲就代为回答 小杨的母亲极力狡辩 声称自家没有骗婚 也没有骗钱 她巧舌如簧地说道 我们真是冤枉 我们就是想娃娃早点结婚 而且我们要骗人等于干嘛 还大费周章办婚礼啊 旅游结婚就把钱骗了 不得不说说的 还有几分道理 也合情合理 在接下来的问话中 事情又不对劲了 警察问道 既然诚心结婚 那结婚当晚 把新郎关在外面干嘛 小夫妻的事情 自己解决不就好了吗 原妈说 说要结婚 说到彩礼前小杨 就很不高兴 吼了我们家小杨 肯定是有点害怕的 两人闪婚并且了解不多 就这样在一起了 小杨因为小杨的语气不好 就不让她进家门 这合理吗 这一下小杨妈再一次说出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今年小杨才19岁 结婚证根本领不到 是小杨逼着去领证 没领到就发脾气 今儿小杨更加害怕她了 为到结婚年龄着急结婚 多么荒唐的事情 小杨妈说的阵阵有词 表明一切都是小杨的错 结婚是小杨喊的 财礼是小杨自愿出的 结果后悔的还是小杨 还和村里人诋毁他们 为着家都不敢出去 小杨才成了现在这样 这一切的一切可以看出 小杨妈的油嘴滑舌 骗人不打草稿 谎话连篇也不会有半点脸红 警方一直和她互相拉扯 约扯越离谱 可是没有确切的证据 也无法立案 这又让警方感到头疼 涉嫌诈骗 可功夫做得相当充足 另一边小杨回到自己的住处 看着只有一个人的家 她再一次变成了一个人 如果自己不是着急结婚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被骗 原本以为刚开始的接触小杨对自己是有好感的 可是现在小杨迷茫了 大半辈子的积蓄全搭进去了 警局里的杨妈声泪俱下 哭诉着小杨多么的无礼 让人看了都觉得他们一家受了天大的委屈 可这时警局来了一位老大爷闯进了审讯室 这让小圆母女俩看了不淡定了 这位老大爷步履蹒跚 走路一瘸一瘸的 他得知小圆母女俩在受审 他赶来作证 这下警方不淡定了 这圆母女俩这么重口味吗 连这么大年纪的老大爷都不放过 在询问下 老大爷说出了一年前的事 当时他的孙子谈了恋爱 高高兴兴和家里人说 这个女孩就是小圆 大爷的孙子是个感性的人 才在一起 不到一个星期就给小圆花了 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万多将近两万 后续拿钱就跑了 问原因 小圆一家都不理会 死不认账 这是赔了感情 还搭上了钱 而后因为金额不够大 也不能成立 他的孙子又心软 也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大爷听闻 这母女俩在受审 终于可以多加一份证据了 他要为自己的孙子讨回公道 这事情暴露后 只就包不住火了 一件件一桩桩 其他受害者的事情揭露出来 这下原妈百口莫辩 他怎么也没想到 船的速度如此快 事情会在一天中全部暴露 他精心策划的诈骗功亏一篑 这样的母亲 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孩子的感受 孩子正真需要的是什么 让孩子一直成长在骗局中 那孩子的心里也会变得扭曲 孩子不是赚钱的工具 也不是说你需要他 他就必须在 孩子更应该从孩子的幸福出发 让他们做自己 去辨别真善美 以及是非 丑恶